一切的万物都是从这个体所生出来的 这个体就是朱反应原生的细胞 朱反应原面 那你当下忏悔就没有了 里面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旋逻文像 它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室内下面讲 先随缘成德 随缘成德 随缘成德这个德是一种药的意思 是讲它的作用 叫做得用 这是说 这个真心的作用 什么叫随缘成德呢? 就是啊 正如 因为不守置信 所以随着不同的因缘 而成就了各式各样的补报 就是我们的三系六项 随缘的因缘有宅然的因缘 有亲近的因缘 假使随着随着障碍的因缘 那么就在生死当中 如果是随缘 这个亲近的因缘 就能够到达涅盘 比方说 这个造这个杀到淫妄的事情 贪嗔之理事情 就堕落到山河道 那么守五界修持善 未来就能够达涅到 人道或者是天道 那么修士理法门 能够成就哈罗安的功德 修 所以能够成就达赐佛的国报 那么修六度万恨 未来能够成就辅上的果位 乃至成佛 那么就随身不同的语言 就有不同的作用 乃至我们现在念一句佛号 未来就是成就我们往生净土的资料 那么念佛就是成就我们往生净土的源 乃至我们办道场听经文法 目的是未来往生净土 那么这些因缘都是积去我们往生净土的资料 那么这是随称的 所以说真心偏一切处 六道中生都具有 这个真心凡夫跟圣人 他的体性是没有差别 体性没有差别 但是作用有差别 作用不同 那么随着懒经不等的音缘 就剩出了不同的作用 那么虽然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真心的体性又不改变 那么这是这两句话和弦的解释 所以从上面我们可以晓得 这个法普弦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一阵法弦 所以法普弦就是一阵法弦 我们修行到最后 法就是轻正嘛 实践者嘛 普弦就是实践 也就是轻正那个法普弦 法身就一根一念法成 就是啊我们的真心 这个随缘成的啊 这里啊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啊 以前啊有个大部长者 他的名字啊叫做阿九尤 他非常的富有 那么加通了很多的经营财报 那么仆人啊 努卑也非常的多 但是呢他不相信我 有一天呢 他跟着这个五百的杀人 很可怕不相信一国 目的啊就是要做生意 那么要寻宝 那么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半路的时候啊 迷路了 那么在荒郊野外啊就迷路了 那他们所带的这些粮食啊 水啊都已经啊用完了 那么要都用完了 他们走了一天 走了两天 还看不见了这个水场 那么要走了三四天啊 还看不到水跟场 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慌张了 内心就想了 恐怕会在这个荒野当中啊 饿死 那么想到这边啊 大家情不激进啊就哭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阿焦柳啊 他就啊自己啊 骑着马去找食物 那么远远呢 他就看到一棵树 他想哦这边有树 那应该就是有树 因为树啊要靠树才能够长大 那么这个树叶啊很茂盛 他想啊那附近啊 一定有树 他就往这个树都放进了 然后骑过去了 好 那么这时候呢 他看到一个男子 那么前来迎接他 那么阿焦柳看到这个男子 内心就非常挺高兴 看到了没有 那么这个吃饭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那么 靠近的时候啊 这个男子就问了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好 阿焦柳就说明了原因 好 这个男子听一听啊 哦 知道啊 他这个好几天没有吃饭菜 水都没有喝 他就举出他的右手 那么手一举起来 这个手指头啊 就流出这个泉水 流出这个水 好 跟这个泉水一样 那么他就一喝 哎呀这个味道非常的香甜 很高兴 光喝水不行 所以接着呢 这个男子从他的手指头 有变出这个饭菜出来 流出了很多的饭菜 那么他吃饱以后啊 就坐在一层上哭起来了 那么这个男子就问了 你现在都是 这个吃饱喝足了 为什么还哭呢 他就说啊 我爱我们的同伴 也是啊 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这个情形 那男子就说 没关系 你就请他们过来吧 叫他们过来 他就是带过 把他们都带过来 那么来了之后呢 嗯 一样 就从他的手指头啊 就流出很多的饭菜啊 跟水啊 给他们吃 那么这一群人啊 吃饱之后啊 男子就问他说 你们要去哪里 他说我们要去大海啊 找寻这个宝藏 好 呃 这个男子啊 他又把上来 举起这个右手 又从他的这个 呃 五个手指头啊 呃 又流出了很多的 呃 呃 金银财宝 还有王金 白鱼啊 琉璃啊 琉璃啊 让我能够早日啊 脱离啊 这个荒凉的地方 哦 那么这个时候啊 啊 就有人听了就很害怕 一想哟 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 哦 什么早日啊 要脱离这个地方 哦 那么就 就 内心就恐惧了 呃 那么这个男子 嗯 嗯